乾隆南巡到了扬州 天帝会青木堂的乡主英子和汪海坤混入了扬州城 准备趁机行刺 结果英子等人的行踪被官兵发现 虽然最先发现官兵的天帝会二人拼死抵抗 想要为其他人赢得逃跑的时间 但终究是堂壁当车 在解决了二人之后 官兵们又团团包围了英子等人 虽然奋起反抗 但天帝会终究是寡不敌众 除了武艺高强的英子之外 其他人全部战死 此时的蒋成可谓是智得意满 他奉命清剿天帝会多时 一直是劳而无功 今天总算是大有斩获 可是当他看清了英子的面容之后 却是愣在当场 姚梦梦 没想到 扬州花魁姚姑娘 竟然是天帝会的乡主 乡主果然功夫不凡 今天我是请动了侍卫老爷和金十三大营 才将尊驾留下 蒋佩芳 也不妨我盯你们这么久 老实告诉你 别以为汪海昆就跑得了 今天晚上 我要将你们一网打尽 我都要看看 汪朝宗这回还有什么话说 孟梦姑娘 还想玩玩吗 英子本想拼死一搏 但架不住对方人多势众 就这样做了官兵的俘虏 自以为逮到大鱼的蒋城连忙 将此事禀告给了老阿 老阿在吃惊的同时也感到很不解 汪朝宗为什么要推荐他给皇上献衣 大人 我的探子 一直盯着汪海昆 稍后当有回报 今天晚上 定能拿他们个人赃病货 果然咱们怎么能吃那么大的亏 大人 不能再犹豫了 汪朝宗这个人 得马上拿下 虽然眼下拿下老汪的理由很充足 但老阿仍是有所顾虑 毕竟乾隆如今不但住在老汪家的康山草堂 更是对老汪本人很赏识 没有真凭实据 还是不能轻易对老汪动手 于是老阿命令蒋城严密监视汪府动静 最要紧的还是要抓住老汪的侄子汪海昆 汪海昆之所以没有和英子一起被情 正是因为他在进入扬州城之后 首先找到了婉儿告别 自知此次行动万分凶险 海昆将自己要刺杀乾隆一事告诉了婉儿 婉儿担心海昆出事 于是百般劝阻 然而投铁的海昆偏不听 婉儿本想抱着海昆不让他走 怎料海昆不停地奋力挣脱 情急之下婉儿拿起茶具将海昆打晕在地 婉儿这么做也可谓实用心良苦 在他眼里海昆就是天 无论如何他也不能让海昆出事 海昆在进入扬州城后就被官府的戏座盯上了 在这个戏座正准备离开 去向蒋城汇报海昆的行踪时 却被半路杀出的铁三拳放倒了 也正是如此 海昆才得意安然逃脱 汪海昆还没抓住 大人 探子还没有汇报 汪海昆送来精明小心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不派双剑 我告诉你 你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大人 单凭这推荐姚梦献宪 就足够姚四方抄中了 蒋城话音刚落 紫雪和姚梦梦就出现在二人面前 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老阿和蒋城皆是一脸猛逼 就在蒋城仍是满脸问号的时候 老阿却已冷静了下来 不动声色地开始了盘问 孟梦姑娘什么时候来的 下午就到了大人 老阿一听已然心中有数 首先时间不符 且子雪一直陪伴在姚梦梦身边 再说被抓的天地会女乡主 此时还在大牢里 很显然蒋城抓到的人并不是姚梦梦 虽然对姚梦梦有所怀疑 但毕竟没有真凭实据 老阿也只能打发走了姚梦梦 原本已经大功告成 突然出现的姚梦梦使得蒋城仿寸大乱 她心中仍是不服 甚至一口咬定姚梦梦有分身术 大人 有两个姚梦梦 有两个姚梦梦大人 你想干什么 弄不清楚就别出了线 什么两个姚梦梦 反正活生生的姚梦梦 就在我跟前 怎么回事 我早跟你说过 别去惹王朝宗 你偏不信 说不定人家现在正等着你去告他呢 被老阿这么数落 蒋城都快哭了 连忙向老阿询问 接下来该怎么办 爱怎么办怎么办 我再提醒你一句 只抓天地会 别碰王朝宗 大人 虽然老阿不准备主动碰老汪了 但是姚梦梦很快就要给老汪捅大娄子了 并不知